接下來還是酸鹼中和 但是它現在我們去算木耳的方法不太一樣 給的條件不太一樣 剛才是給濃度嘛 現在是給的是質量 改了一個方法 但是想法還是一樣 氫離子木耳素要等於氫氧根離子木耳素 還是一樣要注意 一個酸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鹼有幾個氫氧根 一個鹼有幾個氫氧根 這邊都是一個 所以乘一就好 你算出酸的木耳素乘一 你算出鹼的木耳素乘一就好 問題是怎麼算木 怎麼算木 前面給的是功課 後面給的是濃度 怎麼算木 給我功課怎麼換木 處理原子量或分子量 給濃度怎麼換木 木耳濃度乘容易體積 所以兩個方法算木 不同方法算木 然後氫氧化鈉分子量四尺 所以往裡面帶 假設需要鹽酸X公升 然後就往裡面帶了 前面叫做質量除以分子量算木 然後乘一因為一個氫氧化鈉一個氫氧根 後面鹽酸濃度乘鹽酸體積乘一因為一個鹽酸有一個氫離子 然後就速選 所以一千毫升 所以一千毫升 OK嗎 OK 要用它綜合0.4大約五十五百毫升 恰好綜合用掉多少墨 這題就很簡單 直接算墨了對不對 感覺很簡單 更簡單嘛 就是墨了嘛 可是還是要注意那個問題 什麼問題 一個氫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氫有幾個氫氧根 所以自己的問題是一樣的 這題連換算都不用換算了 直接有了 可是還是要注意相同的問題 停車戰戒問 停車戰戒問 我們找貴大帥哥 帥哥是誰啊 帥哥叫做 二七 二七喔 沒有二七喔 蛤 二七是誰 多少 一百 一百請坐 你答案叫做一百 你那個完全想錯他問的問題 你那個一百 因為你以為零點一 你以為零點一公升 所以你覺得一百毫升 他不是他是問墨 一樣氫離子墨等於氫氧根離子墨 要注意一下一個衰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減有氫氧根 這裡是氫氧化鈣 所以它有兩個氫氧根 所以 氫氧根的墨數是氫氧化墨數的兩倍 兩倍 然後呢 所以氫氧化墨數要乘二 才是氫氧根的墨數 那麼氫氧 這裡打錯字不是氫氧 是鹽氧 鹽氧就是怎樣 乘一就好了 乘一就可以了 所以就這樣算 一樣換成公升 然後去乘 然後呢 左邊呢 是酸的濃度乘 酸的體積是酸的墨數乘一 因為一個酸有一個氫離子 右邊是x的氫氧化鈣要乘二 乘二 所以算出來 就0.1m 下一題 pH2 給的不一樣 剛才都是什麼 就直接給濃度啊什麼之類的 那給pH值 pH值是什麼意思 氫離子的墨濃度 如果我已經給pH值 已經是氫離子墨濃度 這時候還是要有 乘一乘二的問題嗎 沒有啊 拿氫離子的濃度 乘氫離子的體積 就是氫離子的墨數了 就已經沒有所謂需要 乘一或乘二的問題 我已經明示你了 我已經明示你 這裡給pH值 還需要乘一乘二嗎 不用了 因為你給的就是氫離子的墨濃度了 但是如果你要求氫氧化鈣 那就還是會有乘一或者是乘二的問題 因為你不是給氫氧坑 你不是給氫氧坑 好 那這樣子是應該多少咧 這樣子是應該多少咧 可愛小女生嗎 可愛小女生 小女生叫做二號 二號 一百分 跟你講不用乘二嘛 發言中華條件 氫離子 墨數給氫氧跟氫離子墨數 然後一個氫氧 一個氫氧根是要乘一 要乘一 斷射就要乘一 但是那個pH值就是氫離子的墨濃度 就不用再乘了 不用再乘了 不用再乘二子就不用了 1h就好了 然後墨濃度乘以農於脾肌 然後呢 該換公升換公升 然後一算一算 左邊是酸的 氫離子的濃度 0.01乘以氫離子的脾肌 然後0.5 然後不用乘一也不用乘二 它就是了 它就是了 不用乘一也不用乘二 所以我們沒有寫乘一啊 然後右邊算出來是用 減的濃度乘幾的脾肌 要乘一 因為要知道一日前有幾個 氫氧根 然後數學 50號升 50號升 所以答案就50 這就是換一種東西 來告訴你 要你去求氫離子墨濃度 等於氫氧根離子墨濃度 一樣 OK